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情对于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 感情的好坏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 尤其是对于女人 男人是非常擅长伪装的 在很多时候 你听着她的甜言蜜语就以为她爱上了你 殊不知 她根本不是真的爱你 所以 一个女人一定要寻回判别一个男人到底是真的爱你 还是虚情假意 如果一个男人能够做到下面的几点 就说明她从心底里喜欢你 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男人真正爱你的表现吧 首先 我们要知道一个爱你的男人一定是非常听你的话 当我们喜欢一个人的时候 我们会发自内心的为他做好每一件事 不让他有一丝一毫的担心 在你的人的眼里 你就是他的全部 你是全世界最完美的 即便你有一些小缺点 那么也不会改变他的想法 他会包容你的缺点 男人一般都会非常的独立 并且很多男人身上都有大男子主意 但是你的男人却从来没有在你的面前表现出这一点 相反的 不管你说什么 他都照听照做 即便是为你做错事 他都无怨无悔 那么这样的男人是真的爱你 不管走到哪里 男人都牵着你的手 很多时候啊 处在热恋期的男女会时刻的牵手 但是冷淡下来之后 就没有那种激情 尤其是在公共场合 爱于面子一般会不去牵手 但是对于你 这个男人已经陪伴了你很多年了 可是无论走到哪里都牵着你的手 就说明这个男人真的把你当成了唯一 想和你牵手走到天光地牢 不管刮风下雨 男人总会准时的送你上下班 其实啊 很多人认为这只是生活中的一些小事 但是殊不知 小处见人品 一个看起来都会去做的事情 又有谁能坚持做下去呢 做一次两次容易 长久的做下去是需要巨大的毅力的 只有当这个男人非常的爱你 他才会自始至终地坚持爱你的举动 爱你的男人每天都会想着给你做饭 当今社会 外卖时餐饮业变得更加快捷了 只要愿意花钱 动动手指什么样的美味都能如期而至 可是你的男人在工作一天之后 还能够每天进到厨房 让厨具来一场精彩的配合 为你乘上鲜嫩可口的食物 这难道还说明不了这个男人非常的爱你吗 所以 每天都能不辞辛苦的为你做着平凡的事 这种男人才最值得把握 男人都拒绝不了各种聚会 尤其在职场中的男人 应酬总是避免不了 很多男人借口出去应酬 在外留宿过夜 其实是做着对不起你的坏事 只有爱你的男人 不管他有多么的忙碌 也不管他有多么的为难 他总能够时刻的为你考虑 即便是与朋友 客户 领导在外面聚会 他也会时刻的牵挂着你 所以 当聚会结束的时候 他总能够第一时间赶到家里 对你徐寒问暖 相比于那种夜不归宿 还美名其约为了工作的男人 这种男人 难道不值得你好好珍惜吗 以上几点就能够辨别出真正的好男人 所以 在面对形形色色的男人时 能够碰到具备这几点的男人 就放心地接受他吧 千万不要因为自己的愚昧 被一些话言巧语的男人给骗走了 这样 到头来 吃亏受删的还是你自己 所以 你一定要把握这种好男人 只有这样 你才能赢得一个幸福的人生 好了 说到这里 本期节目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你有宝贵的意见或者建议的话 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我是小九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拜拜